这条路太烂太烂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烂的路 这条路太烂的路太烂了 有些人是有些人的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今天去一个凶镇赶集 然后去凶镇的路 你看一下烂成这样子 我吃的是太烂太烂了 真的是 这车子的底盘都会搞坏掉 你看一下这边的路 全部都是坑坑挖挖 然后这个山的 我估计的话也是很容易滑坑的 你看一下 因为我去乡镇 怎么去泼一下少数民族赶集的 这边的话是贵族六盘水地区 六盘水的话 称之为凉度 非常的凉快 像现在温度的话差189度 这车子要从这个烂路上通过不容易 需要我的车子是SUV 如果是小车的话 就麻烦了 根本都过不了 你看 这边这边不是最烂的 洞杂后面有一段的话更烂了 哇 车子水都把轮带都淹没了 其他的小镇赶集那边去看一下 哇 这个小镇很漏厚 今天也没有感激 到这小镇上转一下 看一下 看不到几个人 疫情仍在啊 风松了 冷冷静静的这个小镇 你看 没什么冷 这是他们的卫生宴 东西 东西人在吃饭 没啥光的 这个小镇 你看一下 这小镇两边的店面 大部分都是空的 说明这个小镇 非常的冷清 你看一下 是吧 本来是今天赶集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赶集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看 都是空的 都是关着店门 说明这个地方能流量少 电波路开不下去 这边好像有一个工厂 风物出租 大后车一过灰尘漫天飞 不知道一家什么厂 你看一下 这小镇上还有货物车 你看一下 那货物车的话 都是老货的 你看一下 后车 可能这边是有煤矿 他上面应该是煤 煤炸到火柴上去 有煤炸的地方 怎么小镇那么冷清 到这铁路上看一下 哇 炸煤的 哇 养着两只鸡 两副黑棍材 这么恐怖 所以 我们可以消灭 怎么办